有一个为了自我保护 伤害对方 毁犯就是我要报复 我要伤害对方 所以各位要发个愿 我被打成肉酱 我都不想伤害一只蚊子 伤害一只蚂蚁 因为我们活着死亡 持戒而死 对我们来世会更好 无所谓 但是我不想要去伤害对方 所以各位一定要发个愿 你跟谁合作 你都要跟对方这样讲 就算你结婚 就算你跟人家合作 不管做什么 你对不起我 那我同情你 但我不会伤害你 不会告你 一定要如此 但是各位千万不要 有一种我要开始去设计什么 然后我就可以把它怎么样 或是我就可以调查它什么样 然后我就从后面把它怎么样 很可怕 这个就下地狱的因 你只要想要去伤害众生 所以像我们这种人 就不适合做生意 做生意就要心狠手辣 欧白共 乱乱骗 对不对 那没办法做 我们只能做老实的事情 靠福报夹崩 对不对 但是各位 持戒目的就是 我绝对不伤害任何众生 那这样人家不会怕你 各位要做一只 没有伤害性的永远摇尾巴的狗 或是任何东西都没关系 但是就不要让人家怕你 但有些人会哦 女人我口袋钱很多哦 你要怕我哦 不然我就不乖乖不给你钱哦 男人也会这样哦 这个都是一种自我保护 而伤害到对方 不好 永永远远 没有 你欺负我 你伤害我 我都静静 静静 因为我的目的 我们持戒就是要消除我们的毁犯 而且持戒的功德很大 所以像各位今天所包关在戒 你走过的泥土 任何一个石头 任何一滴水 天上的神都要供在头顶上 拿回天上去供养 叫持戒人所踏之土 所以各位你走到哪里 你走到哪里 哪里都平安 你要尊重戒律 太伟大了 所以我们持戒的功德 可以回向给众生 当愿众生 但是我们基本的目的 各位发个愿 从今天到敬畏来计 不伤害任何友情 好不好 太好了 你讲好 好像讲的人太少 各位 从今天敬畏来计 无论如何 不伤害任何证生 好不好 这是你的保障 丢在河里烟不死 丢在毁里烧不死 车撞你不会死 因为持戒的人 水火刀兵砍不了你 伤害不了你 所以持戒好像很麻烦 事实上是保护你自己的 保护你自己的方法 持戒可以度一切 古时候有一只毒龙 杀死了几百个人 二十个大阿罗汉用神通 想尽办法 要把毒龙消灭掉 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个毒龙越来越猖狂 后来跑来一个老比丘 一到那边 然后那毒龙就乖乖变小虫 像小蚯蚓一样 那个大阿罗汉 奇怪啊 老法师 你也是阿罗汉 我们也是阿罗汉 我们二十个阿罗汉 大神通都比不了你 你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啊 老老上说 佛陀制定的小小的戒律 我都当作是最重要的戒来持 大概是持戒的力量 就是这样 所以各位 持戒的力量 降一切魔 你不用带武器 所以念一下 持戒是武器 慈悲是武器 你保护自己的方法 所以持戒的人不会下地狱 不会堕落恶鬼 不会堕落山途斑难 不要说佛陀要求我们持戒 这是保护我们 利益众生之守物 所以 我们 再念一次 以不失消除我值千贪 以持戒消除毁犯伤害 以忍辱消除称慧报复 各位要发心 发愿 我无论如何 我除了不伤害 我都能够忍 忍辱福报太大了 你把佛陀圆满的戒律收好 还不如忍一口气的功德 你一生气 功德就不见了 上根又没有 你要从头再来 爬一百楼很累的 然后你要叫你到地下室要重新爬 你不怕苦啦 你敢生气 我觉得很奇怪的吧 所以我师父才会讲 你看那个人又要从地下室跑了 可怜 你爬到快到了一百层 你还要回到地下室 然后你再爬一次 为了一点小小的生情 来发飙 那边生气 车开快也不行 可看慢也不行 它动得慢一点也不行 那不行啦 所以各位你要发愿 不生气你不发愿没办法 你要发愿说 如果我在下生气 我就下地狱 那你就不敢生气了 开什么玩笑 下地狱 对不对 女人如果爱漂亮 你说如果我在生气 我下辈子就抽八怪 抽九怪 那你就不生气 因为你最怕什么 臭嘛 最怕苦嘛 最怕穷嘛 那你要拿这个来发愿 你不拿这个来发愿 你这个改不掉了 那坏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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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就是坏脾气 那别人就很痛苦 所以忍辱 大福报大功德 可以度无量无便 忍辱可以得向好庄严 不失得大富 持戒得升天 忍辱得庄严 声音好听 向好庄严 不然你怎么度种 所以我们发愿 最主要是要成就 六度波罗蜜的愿 才能够完散 所以再念一下 以精进消除懈怠 以禅定消除散乱 以剥热消除鱼吃 成就方便波罗蜜 成就愿波罗蜜 成就利波罗蜜 成就制波罗蜜 所以各位 如果你有空性 没有方便 那做事情 查查查查 不好 对不对 煮个饭出来很难吃 对不对 怎么度种神呢 所以你要有方法 现在有网路 有佛教话剧 有佛教电影 有佛教书籍 你要用各种的方法 成人班 儿童班 单亲妈妈 光怀班 你要佛教用各种方法 然后要有愿 才有力量 有愿波罗蜜 各位每天都要发愿 然后要累积力量 善根力 对峙力 利波罗蜜 然后你才可以成就 最后一个 叫自波罗蜜 自就是佛陀的智慧 会在表空性 没有分别了 但是没有分别 像阿罗汉一样 我们要的是什么 要有自波罗蜜 了解一切 承办一切 所以释迦牟尼佛 对所有众生的 百千万劫的过去 百千万劫的未来 佛陀通通知道 那阿罗汉只能到八万劫 所以阿罗汉很多方法 没有办法究竟 好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净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 红法行程 3月31号星期六 释迦牟尼佛涅槃纪念日 念阿弥陀佛 持财除罪两百节 聚十月阿弥陀佛书圣功德日 身形与恶形成一百亿倍 晚上七点半 花莲高级农业职业学校 学生活动中心心灵讲座 讲题 快乐来自于慈悲 联络电话 03-831-1673 4月1号星期日 开张圣武王千秋 巨石月功德日 扇喜余恶形成一千倍 上午八点半 花莲高级农业职业学校 学生活动中心 罢官栽解 护生 点万灯 供万水 要供祭慈悲诗实法会 晚上七点半 心灵讲座 讲题 生命的智慧 联络电话 03-831-1673 4月3号星期二 念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持斩储罪九十节 聚十月 观世音菩萨树圣功德日 善形与恶形成十亿倍 上午八点半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心逢观音菩萨圣诞前夕 特举办清明报恩孝亲八观灾解 护生 点万灯 供万水 要供祭慈禄 施实法会 联络电话 03-989-9319 4月4号星期三 观世音菩萨圣诞 据十月功德日 善形与恶形成一千倍 上午十点 台中五方奖堂 新童菩萨佛道院 新逢观世音菩萨圣诞 特举办北区联合护生 点灯 要供祭慈禄 祭慈悲施实法会 联络电话 02-2917-8855 03-533-7368 4月5号星期四 据十月功德日 善形与恶形成一千倍 上午八点半 台中五方讲堂 把关灾解 即要师法会 联络电话 04-2238-9987 4月6号星期五 普贤菩萨圣诞 据十月 地藏菩萨书圣功德日 善形与恶形成一千亿倍 上午九点半 嘉义慈悲狐 新逢普贤菩萨圣诞 特举办亲民孝亲报恩 梁黄圆满法会 即年度功德主 点万单元游会 联络电话 05-225-5888 05-216-6700 4月7号星期六 据十月功德日 善形与恶形成一千倍 上午十点 台南麻豆护生园 亲民孝亲报恩 护生 点万灯 共万水 慈悲诗时 祭梁黄法会圆满 联络电话 06-571-9119 06-213-1112 4月8号星期日 念儒舍纳佛 大士至菩萨 持债处罪一千节 据十月功德日 善形与恶形成一千倍 上午十点 高雄中都湿地公园附近 凉黄圆满日 南区联合举办护生 点灯 耀拱 即大蒙山慈悲诗时超度法会 联络电话 07-710-3522 07-556-9911 4月10号星期二 据十月 莲花生大士 书胜功德日 善形与恶形成一亿倍 下午三点 屏东台塘公司 屏东区圆环 舒适饗宴 点腕灯 共万水 护生 药供 即慈悲诗时法会 联络电话 08-751-6018 4月12号星期四 据十月 功德日 善形与恶形成一千倍 上午八点半 云林观音讲堂 法官栽戒 护生 点灯 供水 药供 即慈悲时时法会 联络电话 05-633-1565 4月14号星期六 念药王菩萨 药上菩萨 持战除罪七千节 聚十月功德日 善形与恶形成一千倍 上午八点半 台中五方讲堂 恭送药师经 持送药师灌顶真言 继四十九天 药师法会圆满日 联络电话 04-2238-9987 4月15号星期日 念释迦摩尼佛 持战除罪八千节 拒十月释迦摩尼佛 书上功德日 善形与恶形成九千亿倍 上午八点半 即下午一点半 法官栽戒 继海淘法师 与竹奔仁波切慈悲座谈 联络电话 02-2951-0355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花莲周星 举办花莲关怀慈悲红法 二日行心灵讲座 高晴海淘法师主讲 日期3月31号星期六 晚上七点半 讲题 快乐来自于慈悲 4月1号星期日 晚上七点半 讲题 生命的智慧 地点 花莲高级农业职业学校 学生活动中心 地址 花莲市建国路161号 联络电话 03-831-1673 03-831-1673 欲参加二日行者 报名请速洽 台北生命道场 02-2550-9900 02-2550-9900 海淘法师慈悲置业 英国慈悲协会举办 2018年国际短期出家体验营 即慈悲菩提福会营 可自由短期出家 海淘法师慈悲置业 2018年暑假 将在英国博明汉 举办国际短期出家体验营 目的是为了让旅居海外的青年学子 或想出家 却因缘不具足的佛子们 皆能暂时抛开世俗的烦扰 来参加出家体验营活动 亲身体验僧团生活 并种下未来式出家的善音 青年营队特别为了引导 有志学习佛法的海外华人 有机会认识佛教 清静三宝 继而明白因果 启发菩提善根 特别开办慈悲菩提福会营 为出家学习佛法者 开启一条学佛之路 短期出家体验营 与慈悲菩提福会营的 佛法课程和动态修持法门 是共同学习 唯有教授出家律仪相关课程 与受持律仪有所分别 日期 2018年8月4日起至8月12日止 即9日 请于8月4日中午12点前报道 8月13日至22日将安排英国随施红法之旅动态营 报道地点如下 参加资格 把年满15岁以上 60岁以下 无顾忌之身心健全 行为端正 有心修行者 以及愿意服从指导学习 亲近出家戒律 威仪者均可报名 经审查面试通过后 将寄发审核通知书 安排报道时间 报名方式 请上网下载表格 填妥后传至 lifetv.net at msa.highnet.net 或洽询下列单位索取报名表 填妥后送至各地 欲参加者请尽速报名 统一会诊 寄回秘书处审核 海童法师辞备置页秘书处 电话 加886-3989-9319 地址 台湾一来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 LINE ID LIFETV413 微信 WeChain ID LIFETV553 名称慈悲置页海外联络 英国慈悲协会 加44-7300-19885 Email hello at youcompassion.org 台北生命道场 加886-2 2550-9900 马来西亚海涛法师办公室 加606-431-0719 加6011-1063-6066 LINE ID 海涛海涛Office WeChain ID MyMaster 海涛 道路联络电话 加86-137-6459-9696 邮箱 310-338-730 atqq.com 费用 GBP600英镑 定泰银住宿及三餐 不含各国来回机票及动泰银对费用 录取通知 审核录取通知书 于4月15日前即发 学员收到后 请依通知书内容 携带硬背物品 海清 漫衣准时报道 活动观察期 为使学员适应体验营生活 活动期间前5日为观察适应期 学员如有适应不良情形 得经开会决议后 予以安排退营返家 下载报名表格网址如下 海涛法师慈悲置业 及英国慈悲协会主办 嘎举大祈愿法会 今年首创动物益卷 为动物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 益卷对象不限于宠物或家畜 还包括流浪无主的动物 此外 益卷的另一个重点 在于流浪狗的生育控制 以及狂犬病防治 动物营地 由两个部分组成 门口耸立着 可以看诊的接待胎 当地人 可以带来各种不同的家畜 和宠物进行检查 占地辽阔的大厨房 则被改造为手术间 而且手术室中 有四名兽医 可以同时工作 动物益卷 从2014年1月22日开始服务 手术治疗于2月2日截止 其他部门仍会持续开放几天 确保需要追踪治疗的动物 得到妥善的教料 而之后也将开始一个宣传计划 在附近村庄实施动物益检服务 现场治疗所有的动物 流浪狗 宠物和家畜 如牛 山羊 和马 印度圣雄 甘地 曾经说过 一个国家 文明的程度 取决于他们的人民 如何对待动物 善的力量 需要您的参与 生命电视 与您一起 用行动挽回 时代的迷思 用慈悲地窖 和平新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